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可是其实有可能你的客人压根 就是从Facebook来或从IG来的人 只是占三分之一不到 他可能都是从PTT或是看低卡 或是其实是旧客户去帮你介绍的 所以我觉得通常是如果我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都会跟他说 请你拜托先做一件事情 先盘点自己消费者的客户来源 客户来源 对 到底是问题是出在以前都是Facebook的人来 然后结果现在变成是Facebook的人不来 还是是说你压根就是把预算放在错的地方了 或者是说你的老客户都跑了 这事情就比较麻烦一点了 对 那我可以有一个数据给大家参考 就是新客户跟老客户的比例 我们通常追求的大概是3比7 对 就是你老客户可能至少要占自己业绩的三成 会比较好 当然是有可能因为你的产品或是产业形态不一样 可是如果是你一般的快销或是一般的品牌 我们觉得就是大部分都会比较建议是3比7的部分 所以你一定要先盘点自己的客户的来源是什么 老师那如果盘点完这发现就真的很少怎么办 我跟你说通常一盘点的时候 老板们都会问说 我不知道我的客户从哪里来 真的欸 对 然后事情就很大条了 那就会变成是我都会比较建议是 你看你自己周边有没有客户的资料 你至少会有感觉吧 老客户到底有没有来 那没有来我觉得就是学像说百货公司 你看他们厉害的专柜的小姐一定会干嘛 抠客 没错 然后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 老板说我要怎么 抠客 到底是要打电话呢 还是 对 可是他们没有电话 所以这就会变成是 老板你们一定要有一个概念 是你到底有没有方式可以找到你的消费者在哪里 不是说就放任了 今天他心情好就来 然后打个招呼然后就走了 然后他你哪天搬家了他也找不到你 对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想办法 像我知道有些店家会有什么会员系统 没错 对 那你可能就会有资料 你可以传简讯 你可以打电话 那如果你都没有的 那我会建议你就还是真的是做活动 投广告的方式去把以前的消费者先做一波活动回来 先拉回来一些 对 然后找留资料 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 好的 资料一定要留下来 老师资料留对吧 是不是有什么是一定要留到的 很多人就说 是不是要留姓名啊 姓名真的不用 最不重要的是姓名 一定要留电话跟email 电话email帐号还是要的吧 对对对 就是电话跟email 那如果你的系统 就是你的门市的系统 是可以有那种消费记录跟消费记录 就是联动的这种 其实是最好的 因为你抠客 像百货公司的小姐就会知道嘛 你上次的保湿快用完咯 我们这次有活动你要不要加一 就是可以联络他 对你才不会 就是说我们现在买 买一千送五百哦 你要不要来之类的 就是没有很立即性 是对 所以其实没有人 要先找到方法 看到你的客人在哪里 然后要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要请门市人员都会 顺便问一下说 你是在哪里看到我们的啊 就是大家可以做个记录 就是当之后的业绩掉下来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 是IG的人少了呢 还是客户少了呢 还是他们真的还没用完 对对对对 还是真的还没有用完 还是以前都是有谁谁谁 哪一个旧客户 会固定帮你绕了很多客人来 就这个旧客户不到去哪里的 也有可能 所以就是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 要就是知道你 每个月你的流量 你的业绩的来源 到底有哪一些的通路 就是渠道啦 好的 非常好今天呢 非常开心 我VIKI 也要再跟做的好多做分享 那当然哦 记得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底下呢都欢迎跟我们分享 你的没有人的时候 你都怎么办 或者是呢 你有什么样更厉害的行销方式 跟我们做分享 跟我们做讨论 我们都非常欢迎哦 那当然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然后开启小铃铛 还有我们的社团上面 我们的创业创起来社团 欢迎大家多多互动 有什么样想宣传的 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跟资源 都欢迎大家可以到上面来做分享哦 那如果有行销问题 也欢迎在我们版上 at我们VIKI老師或at我 我们都会看到好吗 好那就谢谢大家 今天的收看咯 下次见拜拜